在这个时候,事情慢慢的变得有点像大杂烩 不仅仅只是女权主义的人加入进来 左派要发动更多的人掀起这一场文化革命 在上任之后,把芝加哥犯罪率直接拉到顶点的 芝加哥市长Laurie Lightfoot发表推文说 我LGBTQ plus社区的朋友们 最高法院下一步就会冲着我们来了 在这一刻,我们必须要开始武装自己 啊?武装自己? 哎,市长,你不是最反对枪支吗? 你不是只允许坏人有枪,但是好人没有武器防身吗? 现在只是因为最高法院在说 我们不管你们剁不剁胎 你们自己的州你们自己去决定 只是这样而已哦 你就开始号召大家要武装自己啊 他又发了另外一条推特说 我们不会不战斗就放弃我们的权利 为了胜利而战斗 你到底要战斗什么? 他其实只是趁着这个机会要煽动更多的人 那些冲动的暴力的人 要加入到这场战争里面来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芝加哥市长 这么在乎LGBTQ的权利吗? 因为他自己就是同性恋 放上来一个他和他老婆的照片给你们看一看 题外话啊 他当年在参选的时候 打出来的旗号就是黑人少数族裔和女同性恋 反正只要你的身份政治正确了 那你就够资格当市长了 国度基业事工荣幸的邀请到了 安德鲁牧师来分享启动土耳其以色列 华人宣教的使命 安德鲁牧师在1993年回应神的呼召 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们建立教会 援助难民 在历经23年之后 在2016年被控告为恐怖分子 被关押在土耳其监狱两年 后在2018年 戏剧性的被释放 并被邀请进入白宫 与川普总统一起祈祷 5月19号星期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时间下午5点到7点 欢迎来参加 由国度基业事工主办的线上分享会 一起来听一听 这位传奇人物的宣教使命 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要了解神创造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identity MyID这间公司的高级面膜 定期的使用 从神秘果萃取精华而成的 MyID面膜 这个特殊的配方 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 皱纹 青春痘 粉刺全部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个样子 MyID的创办人 设立这家高档的皮肤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群众 对于人口贩卖者的恶行的警觉性 和对于受害者实质的帮助 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被及时的医治 帮助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 他们将会是 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者是谁 像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都会爆炸 当你在MyID.life购买时 使用折扣码 AI News全部大写 所有的利润 全部都会拿去帮助这些 被摧残中的儿童 也有部分会来帮助 AI News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使用AI News的折扣码 还送价值25元的眼魔哦 脸对于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女人 当一个女人有漂亮的脸蛋的时候 她的自信 生活 体验 甚至拍照的数量 都会提升 也会有勇气去跟不正义的事情对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